玉龙日产汽车选在情人节当天发表上市的日本原装进口Nissan X-Trail E-Power 除了以不用充电的电动车为号召 其实这辆以单一旗舰版规格为主 建议售价151.9万元的Nissan X-Trail E-Power 是拥有最先进E-Force电子四驱稳定系统的四轮驱动车型 因此售价才会来到151.9万 选配双色外观则是153.9万 如果再加选驼色内装售价一口气来到了155.9万 但其实玉龙日产针对国内休旅车市场的规划可不止这样 其实Nissan X-Trail还有两大秘密武器 一个是Nissan X-Trail E-Power的两轮驱动版本 少了E-Force电子四驱稳定系统 只剩前驱单马达设定 售价估计可降到130万上下 最后一步骑还有1.5升BC Turbo引擎的国产化版本 最入门版本渴望来到百万以内售价 也就是将推出国产轻油电车型 高阶车型则是最先进的电油车科技 上下通吃国内超夯的SUV市场 先来谈谈还没引进台湾的Nissan X-Trail E-Power前轮驱动版本 在能源局油耗测试中取得每公升19.3公里的一级能源效率 顺利达到由电车货物税减半资格 跨过这样的门槛后 也加快了前轮驱动版本的Nissan X-Trail E-Power的引进时程 最重要的售价部分也渴望更加亲民 至于两轮驱动版本比起四轮驱动版本 最大的差异就是只采用前驱单马达设定 虽然马力只剩下204匹扭力33.7公斤米 并未搭载后轴马达 不如四轮驱动版加上后轴马达后的综效输出213匹 但油耗数字却比四轮驱动版本更加省油 在油耗取得台湾油电车货物税减半补助资格后 如果引进台湾预估售价渴望压在130万上下 至于渴望国产化的燃油版本Nissan X-Trail 估计将搭载1.5升VC Turbo涡轮引擎 提供163匹最大马力与30.6公斤米最大扭力 不断变速系统与12V轻油电配置 价格渴望压在最低100万内最高120万的区间 因此没抢到首波引进600台Nissan X-Trail E-Power的消费者也别灰心 后续还有更多规格可供选择 感谢您的猪猪猪猪的支持 中天车想家专属的YT频道开播了 别忘了YouTube上面搜索中天车想家 付出输入atcticar就是cticar 就能够找到我们哦 每周一每周五晚间9点最新的影片上架 每周三到中等到这里 猪哥陪你一起来直播 力挺中天 别忘了帮中天车想家专属YT频道 按赞 点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每周一每周五晚间9点最新影片上架 每周三到中等到这里 猪哥来聊车陪你一起来直播 电影中天 支持中天 别忘了支持中天车想家专属YT频道 我们等你按赞 点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中文字幕——YK